接下来呢 要给鸡剪翅膀 因为刚才已经剪了一只黄鸡了 黄鸡也不听话 所以我刚才给黄鸡剪 哦 这鸡已经剪过了 这鸡不太听话 但是呢 我相信我还是可以给它剪的 我看呢 刚才录影带里头 他们两个人一起把一个鸡翅膀剪了 我现在呢 要做到一个人把它剪了 看嘛看嘛 鸡鸡鸡鸡鸡 鸡鸡鸡 它这个翅膀要大的了 来 SAM慧同罟 我们剪了 的 走 你剪了以后就漂亮了 你看我剪了一个人剪掉了 看这边 这边你看这个翅膀大大的 大大的 怎么剪 从这底下 耶 剪掉以后他也高兴了 看就最好不要剪掉它的片子里面 好了 剪完了 走啊 你可以走啊 都轻松啊 你看 好了 剪完了 再剪一只 再剪一只 你看这个翅膀 先做的 先做我现在 看这翅膀大大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宝贝吗 你就不能飞了 不能在我这儿 飞啊 飞啊 飞的 好 这边 好 这边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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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 剪完了 做好啊 小东西你也要剪 你已经剪过了吧 今天剪过了 你小东西 你小东西 虽然你小东西你飞不高 但是你也是要剪的 但是你也是要剪的 还是把这个垃圾土放在这里吧 因为那个毛毛不要放在这个 鸡窝里太脏了 就是王鸡最好的 你最听话的 对了 对了 你是最听话的 我最喜欢你了 对吧 你看你的翅膀 虽然很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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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它很小 你只需要切切 对 对 很简单就像人剪头发一样 1,2,3 FINISH